泰伦虫子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有能力把一个繁荣昌盛的星球变成一个没有生命的平几岩石 当一个泰伦舰队降临到一个猎物世界时 它将会在一系列不同的阶段中逐渐剥夺其生命 每一个阶段都会释放出无数怪物与梦容 剥下掠夺和死亡的种子 在短短的几天内 一颗曾经欣欣向荣的星球上的每一滴有机物都会被泰伦吞噬 虫群的饥饿暂时到了满足 他们即刻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只留下一个灰暗荒芜的本物 泰伦重途是一种源自河外星系的丑陋異形生物 由于其在星球泰伦上第一次被人类发现 而且在极端的时间内吞噬泰伦星球 所以人类帝国便将这个异星种都命令为泰伦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泰伦重途具体是怎么入侵 并最终吞噬一个个文明与星球的吧 在泰伦入侵的早期阶段 他们会评估目标星球的生存抵抗能力 并开始逐步感染当地的生命形势 在这个阶段中 最活跃的三种泰伦生物分别是 先锋无人机 利卡特 和基因窃取者 也就是我们俗称鸡贼 这些生物在识别新目标行星和进行渗透方面 具有两个关键的相似特征 独立和潜行 有些可以直接隐身 这些生物体都具有注重隐蔽的能力和意识 而且它们会将这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以便自己能够安全地对当地的环境进行初步观察 由于在这一阶段所设计的碳伦数量通常非常有限 所以这些生物会异常地重视自我保护 与此同时 这些生物清楚意识到 它们必须在入侵之前 生存和繁殖 绝多数已知的碳伦生物体在脱离 虫潮意志精神网络时 无法进行协调活动 而这些生物就不同了 它们有能力进行稳定的独立行动 哪怕离最近的虫潮意志网络节点 数光年远 也可以完成任务 而正因如此 它们也是异常狡猾的生物 它们经常会把想要反过来抓捕或击杀自己的猎物 耍得团团转 先锋无人机依靠它们的速度 相对较小的体积 以及令人难以察觉的零能和推进信号 来悄悄地侦查新的恒星系统 在很多情况下 一艘先锋无人机会将自己体内的一部分货物 放置在疑似目标的行星表面 然后迅速离开去侦查其他系统中的目标 由于它们在恒星系统中的时间既短又隐秘 人类帝国的相关机构可能完全意识不到这一不祥的入侵 不过当一艘泰伦无人机被识别时 它将会立即被人类帝国视为最优先的目标 因为在它可以部署体内的这种标记货物之前摧毁它 可能会显著的延缓泰伦重途的入侵 每一个利卡特都是潜行侦查的大师 在先锋无人机投放好体内的霍物后 这些异形便会立即开始侦查这颗新发现的行星的荒野 它们会利用自己的溃电卷须来分析大气 矿物可利用性和所有生命形式的特征 此外 这些凶猛的捕食者也会以孤立的动物甚至是智人为目标 并会在吞噬它们的时候吸收它们的记忆 一旦附近有重潮意志的网络节点 这些信息就会被编译并发送回重潮意志 因此在泰伦入侵前 沙斯里卡特也会延缓泰伦的正式入侵 基因窃取者是这些早期入侵者中最为阴险的 在经营对于星球的侦查时 他们还会用泰伦遗传物质去感染星球上的动物群 原生基因编码在被入侵后便会诞生原生泰伦生物的混血种 这些生物会服从于巢穴领主 或其他能够代表重潮意志生物 有人怀疑基因窃取者 可以在没有泰伦无人机的标记的情况下 直接对一颗星球发动侦查与基因入侵 而它们的证据便是有人曾在太空废船和 亚空间中的一些船只的内部货舱里 发现过这些鸡贼 在这些生物成功建立起一个繁殖地 和一个专门的杂交生物群落之前 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它们 如若不成 那么在鸡贼成功的把星球上的生物 搞成原生泰伦混血之后 它们便会向重潮意志发出灵灯讯息 吸引泰伦舰队以及重潮母舰 一旦有一艘重潮母舰和它的护卫舰出现 那么这便意味着泰伦入侵的第二阶段即将开始 作为重潮意志一个强大的突出节点 以重潮母舰为原型 半径即光年代的亚空间 会因为亚空间阴影而被干扰 当这些巨大生物到达时 行星若是想要发送求救信号的话 恐怕为时已晚 即便是被派去防御 受到太龙攻击的船只 也可能会因为压空间阴影的干扰 而被迫强行中途离开压空间 一旦重潮母舰进入到目标行星的范围内 它便会立即开始向大气和行星表面 发射大量的真菌包子 这些有害的微生物将会立即开始改变 星球的大气 海洋 土壤 植物群和动物群 那些复杂的有机分子会被分解 并以最适合被重新吸收的形式重新生成 而其他的包子舱则会携带结构更复杂的单位 比如其中一些会包含刀虫 枪虫 石像鬼等小型态伦 还有一些则会包含更大型的生物 比如绝蟒和沙蟒等 当这些生物挖洞时 它们会种植包子 这些包子随后会长成毛细管塔 而其他生物则可能会利用这些巨大的生物 所创造出来的隧道 来获取行星的矿物资源 并猎杀隧道中的地下生命 与此同时 在这场毁灭之雨开始之时 那些已经感染了这个星球的基因窃取者和利卡特 会走上前线 利用他们所获取的知识 和他们所繁殖的杂交动物群 在防御者的队伍中散布混乱 通过选择性的瞄准军观和通讯枢纽 入侵者可以有效的破坏 甚至直接瘫痪一个星球的防御系统 在这个阶段的入侵 一个星球的防御者必须采取迅速和果断的行动 否则所有的希望都可能会失去 从源头上切断攻击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如果重巢母舰被摧毁 那么其余的泰伦舰队可能会失去凝聚力 陷入混乱 这又会给防御者一个机会 去逐步清理地表上剩下的泰伦 当然在空头包子还会抵达地面时 便将其打爆也是一种方法 毕竟再大的生物战舰 其体内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泰伦虽然顽强无比 但也并不会永远都死战不退 重巢意志是为进行战术评估 并根据战场形式而修改策略的 所以在罕见情况下 如若一支舰队遇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时 泰伦可能会中断进攻 撤退并转而去攻击另一个目标 对付基因窃取者极其同类 在这个阶段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压空间被干扰 形容上任何额外通讯损失 都可能会重创当地的防御者 因此防御者们必须采取广泛的安全措施 以保持所有通讯和指挥中心的完整 而如果此阶段的防御失效 那么泰伦便会在找到立足点之后 进入正式入侵的下一个阶段 泰伦在找到立足点之后 他们就会迅速开始消除任何抵抗 无数的小型生物在天空 陆地和海底横冲直撞 在这些生物的点缀下 较大的生命形态 比如说刽子手 暴虐兽 甚至是重圣生物太坦等等 会伴随着他们的小同胞 在星球上拨下无尽的毁灭 这些不同的品种会聚在一起 形成一大群一大群的攻击力量 他们会向前横扫 哪怕是推翻长达数百公里的战线 也不在话下 在前前后方 数千米高的毛起管塔 从地桥中喷发出来 这些塔巩固了虫巢 已经吸收的生物量 并用其来繁殖更多的生物 来协助攻击 尽管这些塔看起来 可能会有一些像是 泰伦虫子植物 但是其攻击性 却并不亚于那些 更具移动性的生物形态 毛起管塔会将卷须 延伸到整个星球 并逐步吸收本地物种 包括植物和任何小型 或移动缓慢的生物 与此同时 这些塔还会过滤 星球的大气 吸收微生物 和小型飞行生物的生物量 在前线 枪虫使用它们的远程武器 消灭敌人 而刀虫则勇敢地 与任何敌人 进行近距离战斗 一般来说 会有一个五十虫统领 数百个这样的异形 和其他的变种 而当单纯的数量 不足以克服新鲜的防御时 虫超意志 可能会引导更大的生物 来协助战斗 对于那些具有强力 防御的星球 虫群可能会伸上出 异常巨大的生物 狮虑女王和虫神 等巨型态度的生物 已经被人类帝国观察 并记录在侧 这种巨型生物 在大小和强度上 甚至可以与帝国的泰坦 相媲美 当敌方防御 似乎不可逾越时 虫超意志 会迅速调整其策略 这时 它可能会想办法 争取到更多的制空权 并利用空中打击 来突破防线 这些空中生物 还会吞噬星球中的 飞行生物 来为它能重足 补充生物量 虫超意志 也可能会下令 执行地下攻势 利用隧道 来对敌方防线 进行突袭 虽然虫群愿意 牺牲成千上万的生物 来占领 哪怕一公尺的土地 但它们不会 无谓的浪费这些生物 那么在虫群 利用成千上万的生物 来换取敌方战线的崩溃之后 它们会如何 不浪费掉 这些牺牲的探论生物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那么本期报告就到此为止了 在下一期的视频中 我们的探员将会继续 调查探论入侵过程 各位长官 若是还喜欢这次报告的话 肯定要点赞 投币 收藏三连机 及时补充三连能量 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物资 再次先去调查更多的资料了 各位新的观众老爷们 只要点一下那个关注按钮 你就能摇身一变 成为一名新的长官了 如果把我加入特别关注 就更是能升级成资深长官 不错我们每次更新 那么我是探员CG 我们下次报告 再见 感谢观众老爷们